來 歡迎兩位 自我介紹一下 兩位是 大家好 我是姐姐施彩玲 來自基隆 今年37歲 是家館 大家好 我是妹妹叫千玲 大家都叫我小千金 我現在在基隆廟口開一間服飾店 名字就叫做小千金 謝謝 那是姐妹啦 今天有那個親友團嗎 有嗎 有嗎 喔 這個是 家人 就爸爸 兒子 女兒 為什麼你們兩個會一起來參加 對啊 就年輕的時候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 那因為我從 就比賽過各大的那個歌唱節目 常常去參加廟會 然後那個肥皂也有 廟會可以拿肥皂 比較愛唱歌 如果只有唱歌的機會 我有很想要去去 那比賽才得到肥皂而已 然後就有被 我去那個 五燈獎參加 五燈獎 一度幾關 對 跟衛冕者三次同分 喔 三次同分 對 都丟得不爛喔 那個都有內幕啊 那時候才15歲不懂 那時候幾歲 15歲不懂 15歲喔 後來15歲半又去華視參加金牌午餐秀 那時候白冰冰姐姐主持的 喔 冰冰姐 所以妳也是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對 那妹妹有嗎 妹妹有嗎 妹妹就是因為沒有才會說 借我這個舞台 然後姐妹一起同唱 你們一起來唱就對了 對 對啊 那妳今天有要唱什麼歌嗎 兩個要帶來什麼歌 帶來江蕙二姐的《露喉聲》 這首歌曲喔 就是妹妹從擺地攤的那個心目歷程 今天聽兩位來唱這一首《露喉聲》 讓我們聽聽看 看有多美好不好 來 我們來聽一下這首《露喉聲》 我哺聲 馬上唱一首歌 就是江蕙 Pros長的粉節 對暈時光 男孤單 像當時的照顫 背背走 感說是暈的命 高雄的山 平原都站在那裡 暈的心者只有說好山來聽 我們到故鄉的海關 竟然你願望做無片關 當作你幾世為啥 你願望穩穩心看就聽 你願望有好時段 免斷好命 世間有阿嬤秀的情願 最好命 你堂擔心說不來請阿嬤段 阿嬤啊已經沒在那裡 阿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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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憐喔 其實妹妹也唱得非常好耶 兩位都唱得很棒耶 謝謝 妹妹可能是有感而發 我聽說你當初要開這個服飾店的時候 家人是反對的 那時候是幾歲的時候 十八歲 十八歲要開店 當然是 對啊 你是開服飾店 你有辦法去經營一家店嗎 從路邊湯開始 然後跟爸爸借兩千塊 對 兩千塊就開店喔 兩千塊你能夠買到什麼衣服 兩千塊然後是先擺攤 擺地攤 對 然後現在就是擁有一家服飾店 那所以你最感謝的就是 爸爸當初那兩千塊對不對 對 我永遠記得 爸爸呢 爸爸在那邊 爸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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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你們 感謝你的兩千塊 對 我 沒有人家 你當初是怎麼反對他的服飾店 為什麼你會反對 因為我 一年就繼續完成他的學業 爸爸是希望你能夠再 繼續挑戰 都沒有社會檢驗啦 主要是都沒有社會檢驗 對 又怕被人家騙了 後來就想說 他如果去吃到褲子 他就再回來了 他就不再繼續做下去了 結果今天也是 稍後成就啦 我給他非常恭喜 謝謝 謝謝 爸爸謝謝 也希望你開的店喔 生意越來越好 好不好 謝謝 那也謝謝兩位 謝謝 加油